同学们好,我们学习第24章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及其变更和差错更正 本章学习指南 学习目标、考清概况、教材变化、考点力图 先说学习目标 一、掌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概念 第二、掌握会计估计和会计估计变更的概念 三、掌握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及其变更的划分 四、掌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第五、掌握前期查错及其更正的会计处理 考清概况 这张考题以课问题为主 分数不高 属于一般重要掌握 教材变化 第一个修改会计估计的概述 二、将合同完工进度的确定 改为投入法或产出法的确定 考点力图 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划分 二、一年多选题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由公允价值模式变更为成本模式 对其进行更正的会计处理 19年单选 那这一章 第一节 会计政策及其变更的概述 第二节 会计估计及其变更的概述 第三节 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及其变更的划分 第四节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第五节 前期查错及其更正 我们先看第一节 会计政策及其变更的概述 两个问题 一个会计政策的概述 再一个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会计政策的概述 会计政策 实际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 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 那其实大家在前面很多章节内容学习时 也都是围绕着会计政策来学的 确认 计量 记录 报告 但我们谈会计政策 不再说记录 就是确认计量报告 那记录是一种方法 你最终还是要体现到报告上去 你比如说 当时在收入那一章 谈到如何确认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然后讲如何对他进行计量 把交易价格按照各单项履业义务 单独售价比例分摊到各单项履业义务 就计量了 如何记录 我们可能是借记应收账款 代主营业务收入 或者借银行存款 代主营业务收入等 那记录 这如何进行记录的 那我们政策里面没有谈到记录 那最终在报告上体现 利润表上 我们会看到有营业收入 那涉及营业成本 那资产负债表上 那你确认收入 比如形成了应收账款 这是说确认计量报告 原则 那你比如说 谈到一些收入确认的原则 刚刚谈到 还涉及到基础 你比如说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 是成本模式 还是供应价值模式 这是属于基础 那主要是计量基础 会计处理方法 比如说 对于存货发出的计价 是用先进先出法 还是用 全月一次加权平均法 还是说移动加权平均 还是个别计价 这是说会计处理方法 那会计政策的特点 第一会计政策的选择性 那这种情况实际上选择的并不是很多 有 比如说 存货发出计价方法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先进先出法 你可以选择移动加权平均法等 但是说 有不让你选的 你不要选 说我再选一选 后计先出法 不让用的不行 那第二会计政策的强制性 那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借款费用的处理 那就只能费用化 这是强制的 有一些都规定的非常非常死的 就得按照那个执行 那第三会计政策的层次性 比如说我们一般谈到 涉及到确认 刚刚谈到层次相对来高 那你像会计处理方法 这个层次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些 大致知道一下这个事情 企业应当披露的重要会计政策 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那这些属于政策的问题 像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 你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 这是属于会计政策 那比如说用全月一次加权平均法等 那第二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就是说你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之后是用成本法来进行核算 还是属于权益法核算 那比如说控制的 那用成本法核算 共同控制的核营企业 还有重大影响的联营企业 后续计量要用权益法进行核算 那第三呢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 有两种模式 成本模式 公允价值模式 我们到底用的是哪一种 那也是属于会计政策的问题 那再比如说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就取得固定资产是初始成本如何确定 你是以购买价款为基础定的 还是购买价款限制为基础确定的 比如说分析付款方式 购入固定资产 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 那是以购买价款限制为基确确定的 这都是它的政策 生物资产的初始计量 那这个呢 我们教材上没有设计 一般的大致看看就可以了 第六呢 无形资产的确认 说是指对 无形资产项目的支出 无形项目的支出 是否确认为无形资产 比如说内部研究开发项目 研究阶段的都是废应化 开发阶段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废应化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本化 最后确认为无形资产 你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进入当期的损益了 然后第七 非货名资产交换的计量 那对于非货名资产交换 如何确定换入资产的助长价值 说是以换出资产 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的 还是以换入资产 公允价值为基础定 或者说以换出资产 账面价值为基础确定 这都是会计政策 那第八 借款费用的处理 就借款费用的会计处理方法 到底把借款费用是资本化 进入到相关资产成本中 还是费用化 然后把它进入到财务费用 这也是属于会计政策 那第九是合并政策 就编制合并财务报标 采用的原则 比如说 那母子公司会计年度 不一致的处理原则 合并范围的确定原则等 这都是属于会计政策 那接下来我们看 17年的多选题 甲公司专门从事大型设备制造与销售 设立后 即召开董事会会议 确定有关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事项 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的董事会 确定的事项中 属于会计政策的有 哪些属于政策 A 对合营企业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这是属于政策 那比如说 对子公司投资成本法核算 这都是属于会计政策 我们再看 B 投资性房地产采用供允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 那也是会计政策 你后续计量到底是成本模式 还是供允价值模式 都是会计政策啊 没问题 再看C 按照生产设备 预计生产能力 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固定资产 方法的改变 年限的改变 材质改变都属于会计估计 后面会谈到 它为什么属于会计估计 这不是会计政策 是会计估计 D呢 租入的固定资产 作为甲公司的使用权资产 进行核算 你把租入的资产 我们现在按照乘租人的处理方式 把它作为使用权资产 那也是属于政策 那这个ABD是属于 正确的 第二个大的问题 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我们看什么是会计政策变更 是指对 相同的交易或事项 由原来采用的会计政策 改用了一会计政策行为 这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不是相同交易或事项不行 比如说 因追加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由权益发改为成本法核算 原来是重大影响的 是权益法核算 由于追加投资 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 我们改成了成本法核算 这并不是属于相同交易或事项 是相当于发生新的事项 因为追加投资导致的 所以当然它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那我说一个你们看 属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说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由公允价值模式改为成本模式 行吗 不行 因为它不符合准则的规定 那政策变更一定是符合准则规定的改变 你再比如说 说存货发出计价 由先进先出发 改为后进先出发 那根本不行 准则都不让 那如果说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由成本模式改为公允价值模式 这个没问题 准则允许 说当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 我们认为公允价值计量 能够更好的反映财务状况 基因成果方面的信息 你可以把投资性房地产 由成本模式改为公允价值模式的 这就是说 由一种政策改为另一种政策的行为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 可以变更会计政策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企业可以变更会计政策 说第一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 要求变更 那么这种情况 是属于国家的规定 准则的规定 那准则发生的一些改变 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会计政策变更的事情 比如说 我们修订政府补助准则值 原来政府补助会计处理方法是总额法 修订之后呢 说可以用净额法 那这种情况如果起业 那把政府补助有一些业务的处理 改成净额法就没有问题 所以会涉及到一些政策变更 那同样 收入的确认 原来呢是 主要风险报酬转移 现在是控制权转移模型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 这都是准则的规定 那你就按照准则来 那第二 会计政策变更 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是自己的做法 这种情况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如果我们发生改变 你不要认为说 以前我的政策是错误的 那不行 以前政策也没问题 变完之后 能够更好地提供财务信息 这个可以 比如说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 原来是成本模式 我现在认为改为公允价值模式之后 能够更好地提供 相关的会计信息 那就可以变的 有的企业里面确实有这样的改变 若干年前 某一家上市公司 它就是把投资性房地产 由成本模式改为公允价值模式 当时实际情况是 房地产开发业 它的资产负债率比较高 银行呢 对贷款 是有限制的 比如资产负债率超过多少 收限 所以当时 就把投资性房地产 由这种成本模式改为公允价值模式了 因为它投资性房地产的量比较大 这样改完之后 资产负债率相应的降下来一些 所以有时可能是解决自己的一些实际问题 当然涉及到会计政策变更 自己发生改变的 也有可能 就是属于购买方 或者说控制方发生改变 比如说站在A公司的角度上 原来呢 A公司受假公司控制 它和假公司的会计政策保持一致 现在假公司把它卖给已了 那现在A受已控制 以那边要求 他的子公司都要和他的政策一致 这样便于编合并报表 那如果A把原来的政策改了 跟一致 那就牵扯到会计政策变更的问题 自己的改变 但是也有的一些集团 可能没有那么强势 说你自己的会计政策 可以按自己的做 那等到合并报表层面 就要求呢 必须统一母子公司会计政策 把子公司的会计政策 统一到母公司的会计政策上面来 所以这是第二个 以下两种情况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那第一个 本期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 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差别 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那这个呢 并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比如说 将自用的办公楼改为出租 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而是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当时自用办公楼 是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按照固定资产 相关的一些规定进行 那现在改为出租 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按照投资性房地产相关的规定 进行处理 这种情况说 是本期发生交易或者事项 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差别的 那你再比如说 原来呢 控制的都是 从集团外部取得的子公司 用的是属于购买法 进行会计处理的 是这样的政策 那后面呢 现在发生了 在一个集团内部的 这种合并行为 属于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用的是权益结合法进行处理 那这也是 本期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差别 而采用新的政策 比如原来的 集团外部并购的 用的是购买法 这种政策 我们现在是集团内部的 权益结合法 是另外一个政策 有本质差别 你再比如说 像在金融工具里面谈到 金融资产的重分类 就是当 对于呢 像债权投资 这一类 通过了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那我们出于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可能分类为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供应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还有以供应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他们三者之间都可以重分类 也就是说 你每一类金融资产都可以重分类为另两类 别管哪个重分类为哪一类 也都把它认为是 本期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 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差别 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都按照这个来进行处理的 那第二 对初次发生的 或不重要的交易或者事项 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有的是初次发生的 比如说初次承接的建造合同 我们用履约进度投入法 来算它的完工进度 那你这个就属于初次发生的 当然不涉及到会计政策变更的问题 或不重要的交易或事项 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有的可能不重要 那比如说第一支一号品摊销 你可以是分次摊销改为一次摊销 也可能说一次摊销改成物摊销 变完之后 对财务状况基因成果几乎没有影响的 我们也不认为它是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因为一旦要作为会计政策变更处理了 我们这件事情的要进行披露 本身对财务状况影响很小 披露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或者有些情况呢 可能披露完之后反倒使得相反那些效果 说你重要很多事情都不说 不重要的在这说起来没完 好这是说这两种情况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18年考试的一个单选题 这个单选题 说下列各项中 甲公司应当作为会计政策变更 进行会计处理的事 哪个是会计政策变更 我们看题目 17年1月1日 甲公司发生的事项如下 一 因业务模式改变 将某项债券投资 由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随移的金融资产 那这种情况 不是政策变更 属于本期发生交易或者事项 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差别的事项 那我们看第二个 因不再出租 将某块土地 由供应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为成本计量的无形资产 那跟前面一样 也是属于本期发生交易或事项 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差别的 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第三 执行新的收入准则 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由以风险报酬转移 变更为以控制权转移 那这种情况我们知道 它是真的属于会计政策变更了 因为 是整个确认 发生了改变 它是会计政策变更 那第四个 因增资 假公司对以公司股权投资后续计量 由以公允价值计量 请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 改为按权益法核算 而这个呢 根本就不属于政策变更 因为不是属于相通交易或事项 是相当于发生了新的事项 所以我们给定的选项 A收入确认的十点的判断标准 由以风险报酬转移 变更为以控制权转移 那它就是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那后面的几个刚刚都做过分析 都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大家自己看一下 所以这个A是正确的 第二节 会计估计及其变更的概述 内容涉及有这么两个 会计估计的概述 再有会计估计变更的概述 我们先看第一个 会计估计的概述 说会计估计 是指财务报表中 具有计量不确定性的货币金额 就是有一些金额不定的 那要进行估计 说其中计量的不确定性 是指当财务报表中的货币金额 不能直接观察取得 而必须进行估计时 所产生的不确定性 那由于会计估计 不能直接观察取得 进行估计时 涉及以最近可利用的信息 为基础所做的判断和假设 并可能会使用某些计量技术 这是今年发生的文字 有这么一点变化 实际上来讲 我们原来谈到会计估计 就是说结果不确定的交易或事项 以最近可利用信息为基础判断 没有任何问题 那你比如说 对于固定资产 预计上个使用年限 还有多长时间 我们就应该是以最近可利用信息 为基础所做判断 那比如说还能用三年 这就是一项会计估计 再比如一到两年期 应收账款的坏账记忆比例 多少 那我们当然要根据过去的实际发生的一些情况的数据 要考虑过去 但要前瞻性的进行一些预测 因为我们现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你要有前瞻性的一些预测 我们假定一到两年期坏账 百分之三十 那这就属于一项会计估计 我们看会计估计具有如下特点 一会计估计的存在 是由于经济活动中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它内在就本身不定 这是一个 那第二 进行会计估计时 往往以最近可利用的信息或资料为基础 那是 你固定资产 预计上个使用年限装商时间 一定是最近可利用信息为基础判断 那第三 进行会计估计 并不会削弱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可靠性 那其实进行估计 是能够更好的反映财务状况进行成果的 这是它的特点 我们看一些典型的会计估计 一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 那你存货可变现净值 比如说我们按照单项来确定可变现净值 那你怎么定 或者说按照一类来确定它的可变现净值 第二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下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确定 那我们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 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那是属于会计政策 如何确定公允价值属于会计估计 就是你确定数字的时候 它公允价值到底这项投资性房地产 是一个亿还是八千万 那你肯定是估计 但是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那是属于政策 是计量基础的问题 不要出现问题 那当然你比如说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确定 我用这种市场法 市场调整 周边的投资性房地产多少 那我按照自己的一些情况再进行调整 那就是确定它的公允价值的数字 还有像第三 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与净残值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那这些呢都属于会计估计 虽然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属于方法 但它比较特殊 我们后面看完会计估计变更之后 你会知道为什么它的方法这一块 也属于会计估计 那第四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与净残值 各类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方法 那这些都是会计估计 那我们看第五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限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与净残值 那对于呢无限资产 其实包括方法 年限残值 这些呢都属于会计估计 第六 可收回金额按照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分余后进额确定的 那确定公允价值减去处置分余后的进额的方法 那你算这个 可收回金额 那也是估计 如果可收回金额按照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确定的 那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确定 那最终也是要估计 最后的可收回金额 第七 投入法或产出法的确定 那也就是说 按照某一个时段 要确认收入的 要计算履业进度 那履业进度又投入法确定还是产出法 那当然履业进度确定也是一个会计估计 第八呢是权益工具 公允价值的确定 就我们决定公允价值的数字 那都属于估计 第九 债务人债务冲股中 由债务转成股份的公允价值 和修改其他债务条款 条件后的债务公允价值确定 那也确定它的公允价值的 也是估计 还有像债权人债务冲股中 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后债权 公允价值确定 这都是确定公允价值的数字 第十呢是预计负债出纸计量的最佳估计数的确定 那比如出纸计量 我们用的是连续范围等概率确定的 还是按照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的 第十一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确定 比如金融资产 那我们涉及的持有某一个公司股票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的 按照它的收盘价来进行确定 那就属于估计 第十二呢 常租人对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 出租人对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分配 那也都属于估计的数字 那第十三呢 是探明矿区权益 紧急相关设施的折号方法 邮寄开采活动相关的辅助设备 及设施的折旧方法 那这些方法呢 也都是折旧方法 把它叫个估计了 主要考虑到是对定期消耗经济进行调整的事情 然后第十四呢 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成本的公允价值的确定 说当确定公允价值数字 那体现的都属于估计 第十五 其他重要会计估计 那第二个大的问题 会计估计变更的概述 那我们看什么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说是指由于资产和负债的当前状况 及预期经济利益和义务发生了变化 从而对资产或负债的诈明价值 或者资产的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 那你看按照会计估计变更的定义 是对资产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的 那把它认为呢 都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那这样呢 固定资产 向折旧方法的改变 这么无形资产贪销方法的改变 只能把它都作为会计估计变更了 因为不同的折旧方法贪销方法 是把固定资产的价值按一定方式 往成本费用里寄 每期不一样 总数一样 无形资产也是如此 它体现的是对定期消耗金额进行的调整 正因为如此 我们谈到这些折旧方法 贪销方法 就把它认定为是属于会计估计了 那你折旧方法的改变 当然就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因此对于固定资产 别管是方法改变 年限改变 还是残值改变 都把它认定为是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无形资产也是一样的 贪销方法的改变 预计使用年限的改变 残值的改变 都是把它认定为是属于会计 估计变更的事情 那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形包括 第一 赖以进行估计的基础发生了变化 说企业进行会计估计 那总是依赖于一定的基础 那如果其所依赖的一些基础 发生了变化 那会计估计也相应的发生变化 第二个是说 取得了新的信息 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我们以取得的信息 最近和利用的资料 来进行估计 说能够反映当前最佳估计 那当然也是要进行这种估计的 发生估计变更 当然会计估计变更 并不意味着 以前期间会计估计是错误的 我们以前 那是当时的一些情况 当时的估计也能体现最佳 那现在呢 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或者我们掌握了新的信息 积累了更多经验 重新的进行估计 能够更好的反映财务状况 进行成果 那当然 没有问题 你不要说认为以前是错误的 当然如果 以前期间的会计估计 要真的是错误的 那得按照前期查做更正的方式 来进行处理 那下面我们看一个问题解答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和存货发出计价方法的改变 是否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我们刚刚看到了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改变 是对固定资产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 那比如说一共五年 不同的方法 每一年里面的折旧金额不一致 但说五年整个应计折旧额没问题 所以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 那把它就认定为是属于 会计估计变更 但是存货发出计价方法的改变 而这种情况呢 并没有涉及到对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把存货已经卖给人家了 你还怎么能定期消耗金额调整呢 因此存货发出计价方法改变 我们是把它认定为会计政策变更 这要注意区分 那我们看第三节 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及其变更的划分 一 以会计确认是否发生变更作为判断基础 所以实际上来说就围绕着会计政策的概念 你进行判断 因为会计政策嘛 是说企业在确认计量报告中用的原则基础会计处理方法 那也就是说确认计量猎报 你要发生一些本质的改变 这一定是会计政策变更 那我们看出一般的 对会计确认的指定或选择是会计政策 相应的变更是会计政策变更 这是确认这一块 那前面也谈到过 你像我们现行收入准则 收入确认是控制权转移模型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是确认收入 那以前是风险报酬模型 主要风险报酬转移 这肯定属于政策变更 是确认发生了变化 你比如说以前 当时曾经研发这一部分 都做非硬化 那后来呢 有一部分 搞研发符合资本化条件的研发 我们是把它要确认一项资产 那最终达到预定用途是确认为无形资产 那你原来确认为费用改成确认资产 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 那就是一个确认发生改变政策变更 我们再看第二 以计量基础是否发生变更作为判断基础 那当然 说一般的对计量基础的指定和选择 是会计政策 相应的变更是会计政策变更 最典型的像投资性房地产 后续计量原来是成本模式 现在呢 把它改成了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基础发生改变 那就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那第三 以猎豹项目是否发生变更作为判断基础 就猎豹这边有没有变化 说一般的对猎豹项目的指定或选择 是会计政策 相应的变更就是会计政策变更 你比如说 原来呢 对合营企业投资 猎豹当时是比例合并 要编合并报表 比如说 持有被投资单位50% 那么被投资单位资产负债 收入费用的50%给并进来 比例合并 我们现在呢 是属于全义法核算 互别合并报表了 猎豹发生了改变 那他就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第四 根据会计确认 计量基础和猎豹项目所选择的 说为取得与资产负债表 项目有关的金额或数值 你比如说 预计使用寿命境残值 所采用的处理方法 这不是政策 就是估计 相应的变更呢 就是会计估计变更 往往是对一些数值的变化的这些 那都属于会计估计 发生变更是会计估计变更 你比如说 以前对于存货期末计价 早用成本法 后来改成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低 那当时由成本法改为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低 真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那说已经是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低计量了 我们现在如何确定可变现净值的数字 那这就属于会计估计了 那就这样来进行判断 所以就说 以会计确认是否发生变更作为判断基础 你对会计确认的指定和选择 那就是会计政策 那相应变更又政策变更 为了确认计量 机能基础发生改变没有 列宝项目变没有 如果这些发生的变化 变更都是把它认定为会计政策变更 我们看21年的多选题 说下列各项属于会计估计变更的有 A固定资产的摊销方法 由年限平均法改变年数统合法 那我们一般的谈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谈销方法也没关系 方法的改变 那这是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年限的改变 残值改变都是估计变更 再看B 将产品质量保证金的具体比例 一万兆当年 实现收入的5%调整为2% 这就是预提产品质量保证费用的数字 估计这个数字肯定的改变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那我们再看C 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 由先计先出发改为移动加券平均法 存货发出计价方法的改变 是把它认定为会计政策变更 这不属于估计变更 那再看D 企业持有的非上市公司股权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企业对该股权的供允价值估值方法 由收益法调整为市场法 这是决定股权供允价值的数字的 那这样的确定的变化 那应该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这是估计变更 所以ABD证券 那我们再看15年的一个多选题 甲公司2014年 经董事会决议做出的下列变更中 属于会计估计变更的有 因为有时说 好你政策变更估计变更 A将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由移动加券平均法改为 先进先出法 那这是政策变更 存货发出计价方法的改变 B 改变离职后福利核算方法 按照新的会计准则 有关设定受益计划的规定进行追溯 就是离职后福利 比如说原来是设定提存计划 我们改成设定受益计划 那这个呢 往前进行追溯 那涉及到一些确认 计量报告都有一些改变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报告上 会涉及到有其他综合收益的问题 所以这个那属于会计 政策变更 那我们看在看C 因车流量不均衡 将高速公路收费权的摊销方法 由年限平均法改为车流量法 什么方法的一些改变 那这些 谈销方法 什么折旧方法 我们都应该把它认定为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这是估计变更 再看D 因市场条件变化 将某项采用供允价值计量的 金融资产的供允价值确定方法 由第一层级转变为第二层级 它是在确定供允价值的数字 用供允价值确定方法 这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CD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再看13年的一个单选题 甲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下列事项中 属于会计政策变更的事 哪个是会计政策变更 A 将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 摊销年限由八年调整为六年 那这是属于会计估计变更了 B呢将发出存货计价方法 由先进先出法变更为 移动加权平均法 政策变更 就存货发出计价方法改变政策变更 C呢将占领 在一年以内应收占款的坏账GT比例 由5%提高到8% 我们确定呢 会计上准备GT比例 估计这个数字 所以它是一个估计变更 那D 将符合 持有代售条件的固定资产 由非流动资产 重分类为流动资产猎豹 那这个呢 它是相当于本期发生交易事项 跟以前相比 具有本质差别 那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那属于一项新的事项 所以必是正确 那这节课谈到了会计政策的概念 那就确认计量报告中用的原则基础会计处理方法 会计政策变更概念 相同交易或事项 由一种政策改为立入政策的行为 给定事项要能够判断 到底是不是会计政策 那是不是会计政策变更 这些都要清楚 那对于呢 本期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 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差别 那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初次发生或不重要的交易或事项 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也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然后对于会计估计的概念 估计呢 也就是说 以最近可另有信息为基础所做的判断 这是会计估计 那估计变更 如果涉及向资产 定期消耗金额发生的改变 都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那我们主要关注给定的事项 能够判断到底数目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或者数目属于会计估计都要清楚 那这几个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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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